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来到7月31日, 今月最后一日的凌晨时分 希望大家支持桑普频道, 留言, 分享, 订阅, YouTube, Patreon, 看完广告, 看完这段片, 以及利用Super Thanks Function 支持赞赏本人, 希望这些讲到不悔心, 大家好好地帮忙 我们继续讲关于美国大选的问题, 先不讲那些奥运的事情 其实在我心目中, 与其关注奥运不如关注政治版 预求关注奥运, 不如关注我们日常的人权, 自由, 我们国际的时事 我觉得这些更加值得说, 任何奥运的一些圈销过之后 两个星期之后, 大家都已经烟烧云散, 很多东西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我说的东西, 我负责, 也希望大家放长相应看看 我们说的东西是哪些不对, 哪些错,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标准 我想我们说的东西, 我会为我说的负责, 我说错也会承认 我们希望大家明辨是非守护公义 也继续关心一些真正, 彰显真正香港精神的人 不是那些可以既有自利, 亦都是为自己专业拼搏的一班运动员 不是这些, 真正彰显香港精神的, 就是为公义, 为真相, 为怜悯, 为信望恶而付出的 很多很多的手足 牺牲牲自己的生命, 牺牲自己的自由, 牺牲自己的名誉, 牺牲自己的财产, 牺牲自己被人知道的所有东西 牺牲自己一世人的安全的一班手足, 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回到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看民意调查 大家看看近这几天, 国陆也有很多民意调查, 真真价价目冲 日是ABC的民意调查, 显示Karlene Harris赢了特朗普7%, 我真的不相信 而国陆的调查只要拿中位数就很清楚 大家知道现在来说有七大摇摆州 Levada, 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Pennsylvania, Michigan, Wisconsin 我们说了很久了 其他基本上要蓝的就是蓝, 红的就是红, 大家不需要问我 大家看地图都很清楚了 Virginia, Minnesota, New York, New Jersey 这些应该变回蓝的州 基本上都是民主党的大本型 我们先不评论这些, 当然Virginia, Minnesota 有可能, 例如New Hampshire有机会翻盘 但基本上那个margin, 基本上民主党是在主席 我们先不评论这些地方 剩下七大摇摆州, 基本上是总点 现在我想以超过2%, 甚至3% 特朗普在主席, 包括了Nevada, 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Nevada, 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Nevada, 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如果进入特朗普的口袋里面的话 基本上这个情况已经是可以说 战果已经非常明朗了 如果剩下三个州, 尤其是Russ Belt 里面的Pennsylvania, Michigan, Wisconsin 这三个州, 只要在刚才 特朗普赢的其他四个州 Nevada, 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之外, 赢多个州 譬如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现在是五差范围 特朗普在主席Harris 1.6%上下 如果这个州赢 即使刁吊了Wisconsin和Michigan 特朗普是赢了Harris 当然, 这个选举制度有很多问题 photo ID, paper ballot, same day voting 和Proof of citizenship 这些是基本的原则 如果一直未解决的, 我都充满了一定的忧虑 所以今时今日, 没有说坐定套路的 没有这件事的 我也都不可以说给大家知道 特朗普是赢硬的这件事 不会 你说特朗普是看高一线 赢紧, 而不是赢紧 即是广东话差一点 是赢紧, 而不是赢紧 这一点很重要 是视乎那些人出来投票 OK 特朗普被抹黑, 说他叫大家四年之后 不需要再投票了 接着整班 这个荷里活那些巨星 什么Rob Reiner 全部出来是骂他 但他已经在这个Fox News 说得很清楚了 他的真实当时的事实是说 你们Christians真的出来投票 出来投票的话 四年后你就不需要做这么艰难的抉择 换言之不是叫那些人来投票 而这班人一向都不想投票 他想说给这班Christians 出来投票 这一次怎么都破例出一次投票 基本上不要reframe from voting 因为voting是一个权利 不是义务 不是这个 有些国家 将他投票成为一个义务 No 在美国来说 投票一个权利 希望他们能够珍惜这个权利 出来投票 OK 那现在如果他出来投票的话 那我想就是说 能够增加了共和党的一些候选人 无论是参议员 总议员 因为Trump的一些基本盘 这个是Trump的一个想法 好了 Pansylvania如果真是赢的话 会认知Trump如果赢Nevada Arizona Georgia North Carolina 和Pansylvania 会赢的 即使你和我说 现在是 这五个州 如果赢到就会赢的 何况现在呢 民意调查显示 Michigan是投票的 Michigan是Trump赢0.0% 基本上这件事 很难不说谁赢 Wisconsin大概赢1% 0.1% 这个Wisconsin 基本上是Trump赢的 所以现在来说 都是Trump佔优势 Trump我想现在可以赌盘 美国都可以赌盘 他们那些赌盘都显示 Trump我想接近六成 机会赢 当然 所有的情况都会不同 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 赌盘都说 拜登赢得比较多些 当然事实上是怎样 大家知道 那现在你看赌盘 现在说Trump是赢的 那当然为时尚早 因为还有100天 100天 3个多月时间 什么都可能改变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 无论你支持哪一方的候数人 都不能掉以轻生 好了 讲一下Trump的一些政策 最重要的是 是废除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因为最近他有一场演讲 很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是非常热情的 在Minnesota 他在Minnesota St.Cloud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国家曲棍球中心 做这个造势晚会 场内八千人 场外至少二千人 无法涨入 加上一万人 很多支持者 想见他一面 有些是这个州 有些是跨州 每一次都会捧场的一班 即是粉丝 我不是Trump的粉丝 但是我的支持者 我认为他 是真的能够为美国 为全世界 带来更多的好处 很多人认为 我这种说法太偏激 不同意 总之你不同意我的 就说我偏激 偏激这个字 根本上是一个废话中的废话 简单来说 You disagree 不要紧要 I agree You disagree 即我同意你 不同意我的意见 我只是说 你们有不同意见 就说出来 做公开的讨论 我都很贊成 但不要做人身攻击 这个是很基本的原則 做人文明一点 不要做共产党的一些 靠边鼓的人 这个是很基本的 那他就 你看到就是说 很多人在外面 都是停车场的大言莫上 看到Trump的演说 Trump表示 为了保护米尼桑的老公 他会取消中国的 最惠国待遇 most favorite nation 什么叫most favorite nation 意思就是说 今时今日 就是 美国 就是證择 这个墨西哥 有零关税的话 都要对同类产品 对中国零关税 通常在GAT 即服务货物方面 是有这样的情况 在服务方面 很难做到 这个叫做 最惠国待遇 服务真是天差万别 就是GAT 是天差万别 但是GAT 就是原先 最90年代 讲的GAT 就是货物的贸易里面 最惠国待遇 是一个大宗 最惠国待遇 就是说 A国 征收B国 是这个关税 他应该征收C国 D国 E国 都是同一个关税 意味着 C国 D国 E国 都享受A国的最惠国待遇 明白吗 就是说 拿到最低的 例如A 征收B 是10%关税 那如果C 是享有A 的最惠国待遇 的话 C也是被A国 征收10%关税 不可以更高 只可以更低 而如果B 享受最惠国待遇 的话 就是等于大家 拿到最低的mark 来做 这个叫MFN Most Favorite Nation 如果取消的话 就是说 它可以任意中 征收中国多少关税 这就是重点所在 北京当局 以中国 仍然是开发中国家为由 在很多 和美国协别当中 附加条款 从而取得更优惠的 贸易条件 Developing Country 当然 中国不是Developing Country 你说民族复兴 Developed Country Trump说 这个将会废除MFN Trump重申 上任之后 将会通过 Trump 川普的 互惠贸易法案 这个意味 如果中国 或任何其他国家 让我们支付100% 200% 300% 的关税和税收 我们都会将 让他们支付100% 200% 300% 的对等关税 Reciprocal tariff 这个是NI forNI 这个是以眼还眼 是时候要这样做 即是说今天不是MFN 是什么 Reciprocity 离上往来 我请问 这件事有什么错 当左派批评Trump 的时候 你可以批评他大嘴巴 沙沙沉沉 又说话 Croket Joe 又MFNP Joe 你可以批评这些 我也同意这些批评 但你如果批评Trump 这个Reciprocity 就是对等性征收关税是错的话 我希望这帮左派 告诉我 你想怎么样 继续有利中国 继续维持现有的拜登政策 It's too weak Weak 拜登也有抗中 我没有否认 科技战方面 他有定点去做一些东西 又说加关税 我现在在说 不要回避问题 Reciprocity 知不支持 支持的Trump 主张这个政策 Carmen Harris 是没有这个政策 Full stock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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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高下立件 Trump在第一个任期的2018年 对中国发起这个贸易战 对2500亿美金的中国进口产品 征收25%的关税 这一点大家是非常清楚 我那时候在香港 也都是做很多这方面的评论 而近日Trump在接受Bloomberg的专访的时候 提出 他打算对中国部分进口商品 征收新关税的税率 可能高于50%或者60% 可能更高 Trump说如果他重返白宫 将会取消拜登政府的电动车政策 他说我爱电动车 而Tesla的CEOElon Musk也支持我 他说Elon Musk是个好男人 他支持我 不过他明白这个是对的 他虽然他有电动车 会征收这个 这个取消拜登的电动车政策 但他也认为对 电动车有很多好处 但不应该成为100%取代燃油车的地方 正如我觉得绿能不是一个问题 绿能取代了所有的东西 10年内100%取代所有的能源 就是Green New Deal 才是真正的问题 这个对于Energy Resilience 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一个汽车复杂的 做一个汽车Ford Chevron Benz BMW 是非常复杂的 做一个电动车相当简单 中国可以很容易做出来的 因为电动车是三样东西 就是铁皮 那些沙波盐叉 然后电池 电池最重的 如果你穿州过省的truck 你装个电池 你动不了的 你那些起重机 你装这些电池 重到无伦 很笨重的 而你耗费的电力更加多 而电池极易做到的 电池而已 它不是高科技产品 你不要吹到它这么大才行 只是说启职大雨细 但怎么都是一架电池 另外就是电缆 电池、电缆 和亿大铁皮的东西 就是一个电动车的重点 那你说AI呢 AI YES 但AI可以在任何车上 可以做得到的 这个不是电动车的专利 我们是说电动和油动 AI可以套下去 电动和油动都可以做到的 而AI这个好远不好的话 也是另一个新的议题 OK? 那当然它有它的好处 我们不能抗拒 但你要知道 电动车不可以完全 也不应该完全取代燃油车的 现在两个地方都同时都会有 我都欢迎大家去做 我批评的不是电动和油动 是个AI 这个地方很容易成为有人操纵你的车工具 万一我被共产党盯上 我买了个AI车 我说Ever动 AI车 我踩油 踩不到 被车撞死 或者没有踩油 突然之间加速 又被车撞死 共产党要害死 我很容易 所以这件事的话 大家要小心一点 特朗普表示 电动车应该有别于燃油车的另一个市场 不应该完全取代燃油车 他说有些人喜欢长途驾驶 使用电动车会有费用问题 他又强调 电动车可能有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移类 Minnesota在1972年以来 在总统大选中 从未支持过Republican candidates 被视为支持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的传统南州 但此前已有多项民调显示 Minnesota州在今年大选中对共产党有利 2016年Hillary Clinton赢下了Minnesota州 但与特朗普得票的差距只有1.52% 而Hillary当时在82个county中 只有9个胜利 当然Minnesota州都包括在内 大城市 大学城 他可以拿到很多的左派支持 但其他来说 传统的美国的 武修主义的 古典自由主义的势力是相当大的 OK 这个是我们要明白 什么是古典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 我们遲些有机会再说 这个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诚拗 以及一些实际上的政策 真的有分别存在 另外就是 特朗普拿到拉丁美洲裔 Latin American 他们Latinos的支持 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地方 虽然民主党在迅速成长的族群中 长期占据优势 但近年来共和党的积极经营已经展现成效 共和党的社会保守立场 也意外赢得部分阿拉伯裔选民的支持 尤其是阿拉伯裔 如果有Christians 或者Catholics 他们的支持相当大 显示他的选举策略多元化 发生了世界报道 就是说 拉美裔是美国合格选民当中 成长最快的族群 经济问题和移民政策 成为影响拉美裔选民的 投票意向的重要议题 报道是以尼加拉瓜裔的 美国公民Linder Faunos为例 他曾经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但如今主力支持Republican Party Linder Faunos说 在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下 他和两个儿子都不得不兼任多份工作 而维持生计 他的现状感到失望 Inflation, Immigration 而且整个经济不振 他说我们三个人 即他和两个儿子都要总共做六份工作 才能在拜登的经济政策之下生存 此外 Trump任来强硬的移民政策 儘管争议重重 但令到部分拉低美裔的选民产生共鸣 Fornos批评 资源被用来帮助非法移民 那些循规倒举努力工作的合法移民家庭 苦撑令人沮丧 共和党选战策示指出 他们不必赢得所有拉美裔选民的支持 只需要在关键摇摆州 可以拿到民主党传统的票账的部分 就可以改变战局 共和党正是试图在拉丁美裔选民较多的关键州 复制这个策略以其获得胜利 尤其你看到J.D. Vance的立场 更加使到Russ Belt 包括Pansylvania Majigan和Wisconsin三大摇摆州 可以使得更多人投向保守派 或者共和党的怀抱 另外根据英国Guardian的报导 尽管共和党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 支持以色列的立场 但是很多阿拉伯裔的美国人 基本上是支持美国 支持这一点 这件事的话 他们显现出一种反胆胎 和反LGBTQ 的一些过当权益的保守立场 我想这件事得到很多信仰基督教的选民 阿拉伯裔的美国人的支持 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 和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说法 也获得一些亲以色列的阿拉伯裔的选民支持 不要认为一个人的族裔 决定了他的投票竞向 其实未必的 观念是重要的 先来后到你的genes 你的种族 你的民族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conjure up的东西 真正的重点是你的观念 你的想法 为争取这个族群的选民 共和党在齋戒与期间 Bijican的高层特 以前往Detroit参加开齋饭 和当地阿拉伯裔社区的领袖会面 显示对这个族群的重视和拉拢 这点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拜登虽然是 已经宣布退选 但是继续搞风搞雨 搞什么呢 他就是提出三大改革最高法院的方案 将会修宪立任任何人不得凌鸽法律的条文 立法限制大法官的任期 制定大法官的措手规范 而美国最高法院近年已经争议不断 民调显示民众不本的情况已高达六成 这个说法就导致了他这个说法 因为在特朗普的年期的时候 因为幸运之神捐估他 有些法官死亡快退休 特朗普就可以立刻任命一些 通过任命的方式 任命到 可以替补到一些最高法官的任命 在美国宪法来说 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身制的 现在保守派在九席的大法官里面 占到六席 而这个不是共和党是保守派 自由派就是右派 自由派就是自由派是比较左派 就是右六左三 构成这个大法官 这个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职位 大家看到最近特朗普的一个 所谓的总统冠军的例子 就是六比三判这个特朗普胜诉的 这一点激发起 拜登想用修法的方式 用法例改变的方式暗渡陈昌 但不好意思 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用行政命令的话 于法无据 因为也冲撞到最高法院的一些禁令 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很清楚 就是说你要根据法律 你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处理 这个不是制裁香港法官官员的executive order 你要根据法律做事 现在你要通过法律 你又怎样 参众两月都要通过 那请问 现在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 在拜登的任期最后这几个月 可能会通过这个法例吗 不可能 所以说这些事全部都是炒作一些议题 而基本上是实际上的过机会极低的 那么他将改革最高法院列为 剩余半年任期的重点 是基本上明知不可为 而搞乱舆论 然后成为一种炒作选战的策略 这件事基本上绝不可能发生 他是不是蒙蔽到这样的地步 这件事不可能通过 而希望利用这种冲突去搏共和党的葬水 而这件事基本上是荒谬 他以为这样六成的人支持他 殊不知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在这个华盛顿邮报 The Washington Post 投书 并且发表演说 说明改革是为了要重建对法院 和民主的信心和问责制 近年来 最高法院作出极端性的裁决 削弱了长期建立的公民权利原则 和对公民的保护 近代在德州出席了LBJ 就是尖心总统的图书馆 Presidential Library 的纪念民权法案 Civil Rights Act制定六十周年活动时候 作出上述的表示 他举例说 最高法院在2013年的 Sherby County vs Holder 裁定了The Voting Rights Act 投票权法案的关键条文无效 到此全国很多地方出现限制 投票权的规定 他说2022年推翻了1973年的 Rovey Wade 就是罗素韦德案 这个就是很出名的 这个叫Dobbs Case 终止了宪法对堕胎权的保障 各位 这件事是荒谬的 他给回各州每一个州的宪法 州的最高法院 州的各级法院 去决定立法机关 决定有没有所谓堕胎的权利 这个我想是尊重 各州本身应该有的自治权 拜登也批评这个 最高法院7月就Trump vs U.S.的裁定 总统任来公务行为享有豁免的裁决 他说法院的裁定 几乎可以代表总统可以违背他的誓言 藐视我们的法律 而不会面临任何后果 It's really false 我再说一次 official公务行为 基本上是豁免 但是非公务行为 杀人 贪污 放火 强奸 轮奸 抢劫 贪污 舞弊 这些全部都不会被豁免 这一点很清楚 你是不是硬硬砌生猪肉 然后误导舆 如果那些fact check center 为什么不去针对拜登说的fact check 说false false false 看有多少个false 这些他们不会这么说的 因为他们为什么呢 这些全部是左胶 It's a camp 他们根本是同一群人 他说这个国家 建立在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原则上 任何人不得凌鸡法律 无论是美国总统 或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 都没有例外 没有人 没错 就算你看回 刚刚说Trump vs United States 这个判决 很清楚 任何人不可能违反法律 即是说总统需要有绝对豁免权 对于公务行为 否则说都不得了 其实这件事都保障你 拜登 你一落台的话 有人去抽情你 那又为什么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搞得这么污里 污里弹道 那你都被人告的 是不是 今天是保障你 你也得益的 这些人真好笑 这些人 拜登提出三大改革方向 首先就是修改宪法 这些公共的任何人 便于联邦刑事起诉 审判定做法判刑的豁免权 即是说他想用法律的方式 立法的方式 能够Trump the Trump case 即是能够凌架了 刚刚七月的联邦最高法院的 Trump vs United States这个判决 用立法新的立法 来将一个旧的最高法院判决 来将它消除取消 行不行 收法 收法的话 过不过得到 第一 六个月你要排议案 都排不了你 第二样东西 排议案排到你要表决 中议院都否决你 所以这些东西 全部拿来做选战的一个燃料 被Kamela Harris做 这个整个深层政府 维加集团 直屋集团 还有这个荷里活 全部精心策划的一堆 你猜是他自己说的 全部都是他后面的人 叫他这样做的 拜登主张总统 每两年任命一个大法官 大法官任期18年 他就不想终身制了 还说每两年任命一个大法官 即是说不是等那个人死了 OK 我们加 即不是九个人 就是每两年 我们加一个大法官 每两年加一个大法官 而每个大法官的任期18年 你把整个司法制度 由美国立国以来 国父和力任总统所守护 和传承的这个制度 完全把它抵消 这是非常荒谬的 什么叫总统 每两年任命一个大法官 换言之如果这样搞的话 分分钟这帮大法官 就成为了行政部门 可以补教 帮行政部门 或者总统补教护行的司法力量 你会将整个东西政治化 特朗普之所以六比三 是个God's grace 是刚刚有人死 有人退休 有人拜拜 有人死 他刚刚去任命 那谁叫你拜登不够好彩 这四年没有人死 那些保守派的法官 还是身体很好 没有人死 没有机会被你任命 那如果有机会被你任命 你都会逮捕 那this matter of luck 有时候真的不可以有一种所谓的做法 比如说 四年 OK 四年这个总统 比如拜登 比如我假设 Carmen Harris做四年 那他之后有连任做四年 那他可以总共任命多四个法官 因为每两年任一个法官 就是一一一一一 总共四个法官 那就是变成了完全可以 溝淡了现在的最高法院 那这个无止境 去哪个地方stop 如果有五十任法官 五十任总统在后面 每个人可以任命两个 那最后联邦最高法院 有一百个法官 是很荒谬的 所以这种做法 是非常荒谬的地方 任期十八年 就是说 不会完全完成的 十八年就远了 well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做法 we stuff the supreme court 而这个是非常荒谬的 九个就够了 OK 他说减少单一总统 能够过度影响最高法院的机会 那这个就是 It's a matter of God's grace 就是看一看你好不好 我这件事是很基本的 而且还有国会制衡 这件事 尤其是参议院的制衡 这件事很基本 大家看回美国宪法很清楚 他说要制定大法官的措手规范 还好笑 你要做总统要凌駕司法 制定一个大法官措手规范 大法官必须揭露收收礼物 避免公开政治活动 回避涉及利益冲突的案件 这两项主张都必须立法或收法 后面这些是多鬼余的 这些全部的地方 就是说 希望政治干预这些东西 如果他们有违法 大法官去豁免这些情况 不可以的 有这些情况的话 应该会有机制去处理 这个做法的话 他这样搞法 是不是能够成功呢 都说了 共和党佔这个 这个是 众议院的多数 根本上通过的机会极少 大家知道 76岁的Clarence Thomas 在任33年 69岁的John Roberts 在任19年 Samuel Alito 在任18年 三年都是目前 在任罪狗的法官 他就是说 开除你三个法官 因为 这三个保守抗派法官 都是 有三季 这个Trumpers时候任命 但刚刚这三 另外这三位就是说 另外三名的保守抗派法官 Clarence Thomas John Roberts Samuel Alito 个个都18年以上的 即18年或以上的 如果你根据这个法例 就是大法官任期18年的话 立即开除你三名法官 有没有搞错 即是你今天拜登所提出的东西 等于就是说 将保守派的法官 6-3变3 然后自由派变3 自己可以再任另一个 即是你玩了 是吧 今天很可怕的 这点就是在这里 你今天是利用你自己的行政权力 干预原来的制度设计 而原来的制度设计是没有问题 只是你输打赢要 是吧 刚刚讲的 譬如说Clarence Thomas 近年捲入修例丑闻 施改团体Fixed the Court 6月指出他2004年到去年 暂时收受103项礼物 价值240万美金 没有申报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6月调查 指出他至少有三次接受 共和党的大金主 Harden Crowe的招待旅游 没有申报 是爷非爷 我告诉你 你没有接受任何下级法院的判决 你说凶言很多 你就告他 你就由逐级法院打上来 你有确确定判决 我就跟你说 你没有确定判决 你真是凶言 就是施改团体 左派团体Fixed the Court 你有收受 你是坏人 喂 抹黑利潑桑水 污泽箭 就是这些噴墨 你这样基本上什么都做到 是吧 所以我大家要搞清楚 那么很多东西我就 譬如Alito 他说五月面临外交要求回备审理豁免案 因为他说 于Wirginia家居门口的 美国国旗都挂 New Jersey州的Garser挂上 向天请元旗Appeal to heaven 这面旗是独立运动的时候 也是参与2021年 国会山庄暴乱者高居的旗次 Appeal to heaven 挂在这里就是说 你等于支持暴乱 很荒谬的这班人 是不是 这两面其实都是他太太挂的 他尊重太太的做法 和她撇清关系 那么外界质疑Alito 就是有问题 另外 奥巴马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 Sonia Sotomayor也被控 利用应邀现岗机会 推销他的回忆录和童书主作 所以双方都有这样的功课 大家知道 当然有民众不满意 最高法院的表现 但当然满意的也相当多 OK 我想这一点来说 你看看如何做 CNN的调查你信不信 You bet 大家看看这一点是重点 今时今日 现在剩下90多日的时间 双方都短兵双接 另外Elon Musk 也批评Google干预选举 事源是怎样呢 Fox News报道 不少网友近日发现 使用Google搜寻引擎 去查询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Trump 就是暗杀川普美瑞 这个词语的时候 Google搜寻的罪列 是不会自动带入关键字的建议 反而自动出现了 暗杀Reagan 即是列根未遂的句子 这件事是基本上 摆明Google 是将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Trump 将这个流量减到最低 即是说他不想再将Trump 成为众所触目的焦点 而利用这件事 去煽动出他那种 即是利用这件事 将他那种英雄 那种勇敢 那种能力不断的东西 压到最低 这个就是帮左派去助选 Tesla和SpaceX的founder Elon Musk 在29日公开质疑Google的做法 说他的可能构成选举干预 马斯克在X平台指出 Google搜寻的自动引擎 自动完成功能 似乎省略了 和7月13日 Trump被枪击案事件的相关搜寻建议 马斯克质疑说 哇 Google对Trump总统 即是President Trump 有搜寻禁令 这个是不是选举干预呢 他说如果他们干预选举 会为自己带来很多麻烦 Google迅速作出回应 公司的发言人 就向Fox Business表示 他们并未对这个预测结果 做任何的手动操作 他说我们的系统 对与政治暴力相关的 自动完成预测有保护机制 这些机制在 在这次悲惨事件发生前 就已经运坐了 随着Assassination 即是左交 Assassination 就要禁低 所以这些事才是重点 这解释当然未能评释议 很多用户回报说 即使输入了Trump assassination attempt 这些明确关键词 Google仍未能显示相关的搜寻建议 相反搜寻结果显示了 Regan遇事未遂 Archduke Ferdinand大公遇刺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斐迪南这个工作大公被遇刺的事件 导致在波士尼亚 Saradjevo被人遇刺的事件 Mokstrich Hungary就开始打仗 大家不需要我再读一次历史给大家听 大家知道Reagan Ferdinand 这些人证明了什么 你根本跟Assassination无关 我说了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Trump 没有Trump 只有其他的Assassination 你的解释就是Assassination是关键词 会压低流量 会没有这件事 那你怎样解释 你为什么要弹到Reagan和Ferdinand 工作的遇刺事件出来 比如说歌手Bob Marley被枪击 前总统福特遇刺美瑞事件 全部都有 更多质疑就是为什么没有Trump的遇刺事件 Trump的大子Donald Trump Jr. 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严厉批评 科技巨头正在试图干预选举 帮助Carmen Harris 我们知道这是Google蓄意选举干预 是很卑鄙的 面对这些指控 Google再次强调自动完成功能 只是帮助用户节省时间工具 用户也可以自由搜寻 任何想要的内容 Google说 这一次可怕事件之后 入门转向Google 寻找高品质的资讯 我们为他们提供有用的结果 并且将会继续这样做 德州联邦参与 美国会员Ted Cruz和共和党人 早已指责Google等科技公司 压制保守声音 总之你今天是一个conservative 觉得你是落后 陈旧 垃圾 然后左派会扫你走 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美国行为研究与技术研究所的心理学者 Robert Epps 在当年6月说 曾经在参议院司法会议院里面作证 他的研究证明 Google在2016年大选前 利用大逆偏见的演算法 影响上未做出决定的选文 也令到搜寻结果符合公司的利益 包括政治的需求 Appstern说 根据他的估计 至少有大约260万票 因此投入Hillary Clinton 这些所谓大风向的假讯息 甚至用这个地方 来捏造去塑造选民的意志 是相当令人似冷的 这一点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随之之外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的 陈旦克林克里斯之外 还有一个候选人 就叫做Robert F Kennedy Jr 现在很多人就说 Kermit Harris 现在出来选 就会压缩了 Robert F Kennedy Jr的一个空间 大家知道 罗布金乃迪曾经说过 他是独立的候选人 就是说 如果在 川普和拜登 现在当然是事实上的替身 就是这个 哈利斯 如果在 共和党和民主党做了抉择 他宁愿投票给共和党 宁愿支持Trump is a lesser evil 就是从他的 perspective RFK就是这个 罗布金 小罗布金乃迪 我想他 会不会退选呢 不知道 但我想就是说他退不退选 我其实不会说 鼓励与不鼓励 我是台湾人 我是香港人 我怎样会 鼓励美国一个 一个人去退选与不退选呢 他退不退选是他自己的选择 但当然Trump 希望他退选 因为Trump 预计如果小罗布金乃迪 退选呢 特朗普的机会就更加高 胜算更加大 那所以这个 看看怎样去 工作了 那现在尤其 跟这个 Karmel Harris的短冰相接 尤其有这方面的地方 而Trump也答应 如果小罗布金乃迪 退选的话呢 可能有很多政治的利益 即不是 被表面的利益 基本上 不是暗底里的利益 不会做一些暗底里的交易 而是说呢 可能有些地方 给他能够 加入这个共和党的 能够成为呢 其中一个 重要的成员之一 而同时大家知道呢 小罗布金乃迪 和这个 民主党要分道洋 原先他左派 民主党的支持者 为什么 他和他的 就是 这些 父辈们 不同的取态 不再支持这个民主党呢 疫苗是一个关键因素嘛 就是说呢 民主党一直说 就是vaccine vaccine vaccine 全部都是打疫苗 打疫苗 打疫苗 我就再次跟大家讲了 打不打疫苗 不可强制 这个基本上 我觉得最基本的 我的主张 我一直以来 这个主张就是说 你问我 除非 我是被强迫 或者说 我如果 不打疫苗 没有办法 进入某一些空间 扮一些我认为 必须要扮的活动 台湾就搞了 搞做交易 迫着我打三剂疫苗 OK 你说是不是我 很喜欢打疫苗 当然不喜欢 打完次次有反应 而且我不认为这些疫苗 是对于抗疫有真实际的帮助 而且这些疫苗的副作用是怎样 我都不知道 Unknown 我都觉得不开心 就是我觉得 打完之后 发冷两天 甚至我觉得 全身不聚在两天 每次都是这样的 越打越第三剂 其实更加是这样的 所以我极度反对 小孩子 老人家 哇 Vaccine Vaccine 荒谬绝伦的 这些是帮那些药厂 做一个所谓的 商机逃利 我觉得非常坏 个个人都是小老鼠 你不喜欢打美国人 打去其他地方 其他国家人 变成你的白老鼠 我极度争护这些 每个人有选择权 非必要 譬如我 你不是逼我 或者不是限制我的权 我根本不想打 我对Vaccine 这件事非常抗拒 人有自动保护能力 除非你跟我说 这些Vaccine 是已经proved record proven record 而且 这些Vaccine 在其他 疾病 譬如伊波拉 伊波拉其实没有Vaccine 譬如有些Vaccine 以前 我小时候 什么麻疹 德国麻疹 水痘其实没有 麻疹好像有 但是水痘是没有疫苗的 所以你要自己发的 我那时候小时候是这样 不知道国下是怎样的 不要紧要 发 发完之后就会好 水痘快一次 之后有抗体 人是这样的 自然生物界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每一次 就要Vaccine Vaccine 尤其是这个 COVID-19 中国肺炎 就是 无人肺炎 中国病毒 这种 其实已经变种了很多次了 现在 拜登又第三次 争议 我不管 但是你看看 这件事是否Vaccine 可以解决到的问题 当然不会 还打什么 所以这件事会显示 很多的争议 小罗马甘 是反对Vaccine 反对Vaccine 正因为这样 和这个 民主党分导 扬标 我希望这件事就是 每个人有自决权 这个基本原则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譬如一些人 他基本上是觉得 很相信Vaccine 我告诉你 你们不准打 我是Against your view 你想打 你喜欢打就打 OK 但你说问我 我会觉得 我不是Vaccine的支持者 除非你今天是逼到我打 或者说我不打 会承受很多结果 根本上我不想有这样的结果 迫于无奈 两害相权取其轻 自己一针算数了 刺三针算数了 我就做这个抉择 但这件事我不是等于 大家都要这样做 不是 OK 每个人有自己抉择的权利 这个基本 我是不信Vaccine 我再说一次 我是不信Vaccine OK 这个就是我的整体的立场 Robert F. Kennedy Jr 是一个这么有常识的人 所以我就说 即使他不是共和党人 他某程度上有些 左派出身的 但他这方面 是充满common sense 他知道什么好业不好 他知道什么叫做 左派濫用那种 濫情的政治正确 是多么荒谬 OK 那么Los Angeles Times报道 美国媒体 更是不关注 小罗伯金乃迪 无论是拜登的 6月底的辩论会场 灾难性的比喻 因为Trump 如此 幸免于难 乃至拜登退选 都令媒体 更加不注意 Robert F. Kennedy Jr 小罗伯金乃迪 会不会退选呢 不知道 但是肯定 看到小罗伯金乃迪 筹判能力 点击率都相当差 你看一下 这个 Trump和拜登 6月底的辩论 5100万美国人 看但是 小罗伯金乃迪 他同场的评论 点击率只是不到80万 低很多 再加上 筹判能力方面 亦都差很远 比如这个 罗伯金乃迪 的竞选团队 有560万美金的现金 6月底为止 但是Trump 在6月底为止 现在来说 已经有1.28亿 1.288万美金 Kellar Harris 有9600万美金 完全都是以 20倍的比例来说 所以 你钱以及点击率都不够 所以你今天会怎样呢 小罗伯金乃迪是不是代价而沽呢 还是说要 要战到最后一刻 冲到底呢 这个不知道 你问我呢 对Trump的选情有利是怎样呢 他退选 支持Trump 更加 是会使得 那个选票更加集中 这个是显然的 那么 最后来说一说 委内瑟拉的状况 就是差别少少 就是委内瑟拉28号 他行总统大选 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 计票完成八成的投票里面 这个现任总统 这个马杜罗 Nikola Maduro 就发生了 那么 投票率是有 得票率是有51% 反对派的候选人 Edmundo Gonzalez Gonzalez 公杀雷斯 只是落得44%的选票 那么很多的 舞弊而云会出现了 今天马杜罗就自己宣布胜选 反对的公杀雷斯 反对派公杀雷斯 拒绝接受选委会公布结果 因为选委会和这个 这个马杜罗非常关系密切 有这个 Election Floor的移民 移民已经很多国家表示质疑 那么现在呢 马杜罗呢 就是基本上撤回了七国的 这些 即是 赶走七国的 即是 诸外的 一些 诸外的使节 即是 一些 其他国家 驻扎在这个 委来瑞拉的使节 赶他们走 跟着呢 就是与 万国宣战的感觉 总之这个61岁的 马杜罗 就声称自己赢了 一个六年任期 为国家带来和平稳定正义 对法治的尊重 但是呢 反对派的联盟领袖 前国会议员 马查多 Maria Gorina Machado 就主张 公杀雷斯取得70%的选票 而多个独立出口民调和快速计票都显示 公杀雷斯是胜选的 公杀雷斯表示反对派联盟做好捍卫选举的准备 平相信武装部队会尊重 委内瑞拉人民决定 所以呢 好像内战一触即化的感觉 未来会有什么变化呢 就有很多的可能性 哥斯达尼加的总统 Rodrigo Chavez 就是查维斯 批评选举是欺诈 支持反对派 攻杀雷斯 智利的总统 Gabriel Boric 也认为这个结果 是难以置信的 秘露表示已经召回大肆 资讯选举结果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也说 美国深切忧虑 威内瑞拉的选委会公布的选举结果 无法反映 威内瑞拉人民的选票 或者意志 而力挺 马杜罗的古巴 赞援他 明确 已经无疑地击败了 亲帝国主义的反对派 这一帮 共产主义的信徒 非常重要 很多人就常说 不要把共产主义和左派 看在一起 其实 共产主义就是左派 左派的极端派 那些所谓的文化左派 或者所谓的LGBTQ 或者所谓的民主党的左派 就是弱左派 中间偏左 但他们基本的思维模式 是类似的 Man made rules OK Equality OK 他觉得 Freedom 是最大的 Democracy versus Republicanism 他觉得 所有的法律都是人做的 所以基本上民主最大 人民最大 你看到很多人说人民最大的 那你知道是 左派 因为在右派眼中 人民不是最大 牵征秩序 上帝 上帝 信仰 我们的信仰不是空托一个 邪灵 这样做的 不是这样 是一套基本的原则 即是说 God made rules 秩序 秩序 law and order Republicanism 权力制衡 然后下面有自由 自由下面才有民主 民主不是最大 但是左派会把民主市会追大 OK 要解释这东西可能还要花点时间和大家说 但是 这个就是左右派的基本分别 所以不要以为共产主义 就是掃它一边 不是左派 我们左派是最伟大的 因为我们知物哀 我们怜悯 我们爱好穷人 我们会帮穷人 各位 你帮的人不是穷人 You do the right thing 在巴西有很多穷人 你是不是帮他们呢 这个在缅甸 在曼格拉 是啊 我们要帮他们 各位 穷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一帮在 中国的 一些农村里面的 一些 穷人 他们支持打台湾 灭香港 杀香港人 杀台湾人 请问 你是不是支持穷人 龙虎与蛇的故事 你以为帮穷人 是代表你的心灵 最厉害 No 你帮needy 是很重要 但是不是犯穷人 全部揽擦 所有东西都要支持 This is wrong It's not righ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基本的原则 帮有需要 值得 帮助的人 同样的 就是我们帮 手足也好 帮 香港人也好 不是凡 香港人都帮的 这些不是 交那麽简单 不是蠢那麽简单 是邪恶 那你又帮李家超 你又帮邓炳强 他是不是香港人 不是中国人 你讲香港人 随便 一个蓝丝 什么人都帮 是不是 我觉得这些是 荒谬 这些不是 撕裂 是要正邪有判 是非分明 善恶有判 如果真假是非 正邪善恶不分 又不认为 凡人都要帮 最后就是 龙虎与蛇的故事 你会不要 一定不要 OK 你是要承受 被人 咬的 苦果的 OK 那我想这一点 很基本 那你说这件事 我就所以说 选举制度很重要 我就说这件事很明显 比美国那个 2021年 2020年的选举的情况 更加严重 2020年的移运 但是这件事 确实是一个 舞弊的情况 OK 那这种情况 出口民意调查 差那麽远 那你想想这个 很值得全面的选举的调查 而且在这个 所谓的 假民主的制度裏面 中国连 假民主都没有了 香港连 假民主都没有了 所以你说 你笑 吴奈瑞拉这些事 很好笑 就好像很多人笑 北洋政府 曹坤 绘选一样 喂 你国民党 1927年之后的 这个 奋政政府 连选举都没有 你笑曹坤 绘选 笑北洋政府 就好像 很多中国人笑 马道罗一样 你中国连选举都没有了 选举毛吗 你真是 那些什么垃圾选举 这些算是选举 真是多鱼 香港立法会选举 选举毛 就是选举毛 台湾中的事件一样 会有争论 起码有选举 选举之后有 这个 not same day voting 之后有很多 幽灵人口 跨州人口 无论 选举投票 之后不是 paper ballot 之后点票的问题 是怎样做 不是真是 menu 去 vote counting 之后 没有 proof of citizenship 没有这个vote ID 这些基本的问题 就是选举制度 为什么不得人心 亦是为什么 2021年1月的时候 几乎那么多人去 抗争 OK 有一位 曾经是 就是被中国共产党打压过 曾经在美国 回到中国 然后受过苦 走出来的 毛宁坤 汪宁坤 毛启燕的毛 就是 毛婆的毛 毛宁坤 安宁的宁 乾坤的坤 那他的女儿 就叫做 毛一毛 乌烟卯 毛 毛婆的毛 一二三四的一 然后就是 毛泽东的毛 这个毛一毛 是相当重要的 他写了 一篇文章 一本书叫 暴风雨中的一羽毛 大家可以自己 看一看 他相识得很好 他自己在中国 曾经被解放军强奸 亦都被其他 很多人强暴 不止一次两次 所以小时候 8岁 12岁的时候 8岁一次 十几岁一次 很辛苦 毛坤 带着这个女儿 能够去到美国 重新生活 基本上这个女儿 重新在美国上 摆脱了中国的东西 能够重新生活 写下这本书 和毛宁坤的自传 一滴泪 可以双飞影 爸爸写一滴泪 毛一毛 一羽毛 他在2021年1月的时候 去到国会 之前国会山庄 里面也有缺乏 然后说 这个是 暴动者 垃圾 可以吗 我想很多的左派 要搞清楚 他们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质疑 这帮人是真诚的 相信这个选举的 情况是有 舞弊的异魂 很多的各州也都说了 重新要counting的时候 发觉到 全部禁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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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 他失去了中国 他 中国已经没人搞乱了 他不想美国都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他初冲 怎么这样做 所以很多人就说 批评我在这里 就是说 质疑2020年的选举结果 其实这件事不是就是我质疑 很多人质疑 甚至是左派说 你质疑真是告你 这些就是说 你不是法西斯 你和共产党的思维无声 什么分别呢 别人的言论自由 表现自由 别人有质疑有什么问题呢 你没有资格说 你不是美国人 那我现在台湾到我违反哪个台湾法律呢 所以这些左交讲的东西 全部上是不知所谓 全部以自己为尊 反对他的就是错的 表面上讲自由 实际上只有他的自由 你是under他 你说的不对他的就是没有自由 你说的对他听的就是有自由 这个就是左派的自由 即他喜欢LGBTQ 你说的你就有自由 你反对LGBTQ 一定是没有自由的 这种就是荒谬绝伦的左派 这种共产党的思维无失灭 同质同购 你问我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我不会说你没有自由 表达你的意见 但如果你在我下面的地方留言 我再说一次给你听 如果你在我下面这个 这个空间 Youtube Patreon的空间留言 而你不断去讲完 人生攻击的东西 我有权去删除你 不代表你没有自由 你就是你自己的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 什么都好 你自己讲到 或是写文章 骂爆 或是登大字报 骂商铺 又不得来 Is your freedom of speech expression 甚至当面骂我就行 我笑骑骑 我不跟你放毒蛇 只是你有你的言论自由 我有我的讲话的自由 但我有权删除你的帖 删除你的帖 Block你 这个是我的 Garden 这个Youtube 给我的空间 是属于我的 是我的ownership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但你今天 你都可以在外面 怎样就怎样 你不要伤害我 你不要在那里怼我 即是说 用武器攻击我 甚至没有袭击我 否则你不得了 OK 我讲到明了 你可以在外面 炮轰我什么东西都好 是你们的自由 我不会妨碍你们的自由 但你千万不要 做出一些 违快的行为 我这个基本原则 OK 意见可以不同 我想大家 继续是不断反省 也有谦卑的面对不同的问题 同时希望大家 继续看 搜捕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patreon 看完这些广告 看完这段片 还有superdance function 支持 货金 赞助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